死亡有百万张脸 尸体会说话 犯罪现场也会 在这个资讯科技发达的年代 不只可以追查数位足迹 指纹 法斯 血迹等都有大数据库 知名神探李昌玉 用最近解决的一桩案子来说明 查案者如何利用数据 穿梭于时空之间寻找线索 最近我们协助抛了一个就是 男朋友杀了个女朋友 这个女孩子在19岁 大学生 她的男朋友53岁 她那一天男朋友 他之后 drop在grandmother的house 然后这个女的就不见了 但是男朋友有很好的alabot 她电话里面有通言 虽然她不见了 他们两个朋友通言 男朋友因此在调查初期 被排除嫌疑 直到警方找到失踪女子的部分尸块 才证实她已遇害 警方再度检视所有证供 及相关资料 后来从相关资料 发现两个相关资料 是同一个相关 located在同样的地方出现 这表示她并没有说这个电话是浮现通量 而是她拿了死者的电话 在自己text back and forth 然后我们从她的linguistic 这个用的语句 发现是这个难的 自己text给自己 就算犯人能把犯罪过程中留下的痕迹 处理得一干二净 数据记录让查案者能更主动推理出疑点 现在要进到E社会 马上就要到M社会 everything mobile 传统的方法不行了 一切都要大数据库 好像我们现在fingerprint 指纹都有大数据库了 枪弹 枪支 DNA 现在连香烟 血印都有大数据库 然后我们在现场用人工智慧 然后predict这种犯罪 各种危机物证 GPS定位 通联和消费记录 无所不在的监视器 都可能是关键线索 但要破案仍不简单 大家看电视看多了 以为监视科学人员到现场 第二个commercial就会破案了 其实很多工作不是一个人 一个团队 我们工作热业 有的时候几年破不了案件 现年81岁的李昌玉 人忙于查案和讲课 被问到什么时候退休 他幽默回答 退休了 退休五次 每次退休以前州长就请我说 国家需要我 人民需要我 每年大概有六千个凶杀案没有破案 你想十年就六万个家庭 等着正义的来临 我们就破冷汗 给他一线希望 突然去Hmm 123 gedaan hey Lecture 这 是